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交费为原则 人质恐怕不是那么重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来宾为今天节目简单的带大家来做个结论 所以费委员 我们眼前当下事情进展到第五天 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关注的点跟大家应该做些什么才对 我想我们第一个帮我们张安伟女士祈祷 第二个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使出浑身解力 透过美国跟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这种关系 赶快要了解绑匪的这些背景 进而如何找到有人跟他们可以去接触的人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大家为他祈祷 当然媒体的朋友我们也希望 我们做一些可以做的报道 当然我们的政府也必须得随时提供给一些媒体的朋友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好的 黄委员 简单的说我觉得其实站在反对党的立场 这个时候我们不去苛责政府 但是我们愿意做政府的后盾 把这个事情和平安全的解决 但是甚至于马英九总统所说外交休民 如果他这个时候要跟中国大陆寻求一些协助 因为人命关天 找到回来我们也不会去反对 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检讨 是 好的 来 叶老师 我觉得人质事件不比一般的国际事件 所以我们一定要冷静的面对 那在马来西亚我们有非常强的团队 包括我们有刑事局也有警察联络官 那我们要运用所有的可能 去找到最合适的关系人 中间人来帮我们打开这个钥匙 是 邱老师 最主要让张安威能够安全地回来 让他能够安全地回来就不能去作秀 我也希望媒体在整个事件的报道上面要节制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可以 跟这一个绑张安威的恐怖分子 可以谈得上话 可以能够顺利进行沟通的 一个关键的中间人或中间团体 才能等这件事情能够比较顺利的团队